美丽的南方澳情人湾 蓝宝石般的海面 波光凌凌 是热门上海景点 但当地民众到附近散步 却看到这夸张一幕 南安国中前的提案人行步道 有游客搭起帐篷 要抢占海警第一排 竟然强行占据道路 让民众难以通行 发现说那边有搭了三个帐篷 还有把那个天幕 整个围起来 那把那个道路已经完全做阻断了 附近民众听到都觉得不妥 这空间是属于大家的 这个地方景色日出非常漂亮 但是不是说游客来到这边 就能够站为己有 东北角风管处说 沙滩步道都禁止露营 游客行进将会挨罚 在这部分没有配合劝导的话 是会依照发展观光条例 做一个采取 阻碍到一些通道 还有其他游戏行为的话 我们这个会采罚三万元以上 除了露营外 海湾附近也常有人 深夜烤肉放冲天炮 留下满地垃圾 优美的海岸环境相当珍贵 需要大家共同维持 不要因为一时自私 坏了这绝美景色 记者林医生吴亦轩宜兰采访报导 这罐顶级海黄SO酱 哇 鲍鱼耶 不只鲍鱼哦 它还有干贝石斑鱼 独家的配方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它配饭 配面甚至于陆菜都很合适 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来看里面还有优惠的活动 感谢观看